日前美国的里根号航母在结束了日本冲绳以南海域的演习之后 和随后赶来的斯坦尼斯号航母在菲律宾海域会合 举行了高强度的军事演练 这两艘航母战斗群加在一起 包括了两艘航母、十艘军舰、150多架战机和1万多名人员 将在菲律宾海域将举行反潜、空中、反舰作战等演习科目 而在此前的冲绳附近演习中 一架里根号航母的F18A大黄蜂舰载机坠毁 也给此次演习蒙上了一层阴影 俗话说得好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就在里根号航母和斯坦尼斯号航母举行联合演习的第二天 却同样发生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当时里根号航母上的一艘反潜舰载机发射的一枚鱼雷 未能准确地击中标靶 反而误打误撞地漂流到了附近的斯令礁沿岸上 而且更危险的是 这枚鱼雷没有爆炸 经常靠岸休息的地方 这样一来 这枚未爆炸的鱼雷将给鱼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里根号航母的舰载海银直升机立刻出动前往斯令郊 随后把操作员空降到斯令郊上 进行了手动引爆 很显得是仅仅十分钟后 就有一艘菲律宾的渔船靠岸停在距鱼雷不远的地方 可谓是千军一发 随后的菲律宾星报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 文章认为美军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极大的不负责任 对菲律宾渔民性命的不尊重 美军两艘航母在菲律宾海域进行演习 实际上也有警告菲律宾的意思 近期菲律宾多次表示不希望卷入大波冲突 而此前白宫一向是菲律宾为其亚太战略的马前卒 菲律宾媒体曾对此事进行过分析和评价 认为如果菲律宾作为美国的忠实伙伴 那美国应该对菲律宾进行非常慷慨的援助和支持 而目前的菲律宾海军还没有一艘像样的军舰 和一艘像样的战斗机 以这样的战斗力反而被美军要求冲在战斗的第一线 这显然就是一个炮灰的角色 目前这样的共识在菲律宾国内十分流行 没有人愿意替美军冲在第一线 而此次双航母的菲律宾沿海演习 显然是五角大楼无可奈何之下 对菲律宾的一种威慑